从上个月开始呢 深圳的警察部门的工资呢 降了50% 铁路部门的工资呢 降了40% 教室岗位呢 降了30% 这是我今天早上在小区遛狗的时候 深圳欧安学校的一位老师告诉我的 他们的工资降了30% 未经证实啊 大家如果知道的 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 这个事情呢 让我引发了三个思考 一点忧虑 第一个思考是什么呢 如果降薪达到30% 40% 因为我们深圳的购房的杠杆率 其实个别已经达到了70%了 那么如果降薪这么高 会不会有更多的断贡潮发生 其实挺值得忧虑的 第二个就是什么呢 在这种大的浪潮的情况下 其实有产的人 有钱的人 也就是有盆子的人 在这种货币即将 真的是可能会大放水的情况下 越有钱的人 越有这个盆子的人 他借的水越多 这种财富相应越聚集啊 其实穷人越穷 富人越富 第三个让我引发了一个思考 就是什么呢 他有跟我聊到说 深圳对口的一个东北的城市 据说前一段时间 疫情的时候支持了将近8000多个亿 其实深圳现在已经是比较空虚了 国库 这个我不清楚啊 但是我的疑虑的第三点就是 应该正常情况下楼市的调控 刺激的政策 会陆陆续续 很快就会到来 让我有一点疑虑是什么呢 其实我做房地产22年 我挺担心的 就中国的房地产一放就涨 一收就跌 我们很明显去年都知道是打击的太严 这个要求太过严格 其实把它打趴下了 如果这一次突然之间又放松 导致楼市又来一波大的行情 其实我真的不太想看到 那么也就是还是我总结我所说的 就是在这种洪流中在这种大的浪淘中 我们个人只能做好自己的规划跟计划 还是坚持我的观点 今年是一个货币大连 是一个买房的大连 是一个置换的大连